上登号标志写着一秒两字的英文 中文和泰文告知乘客 司机已完成接种 可以安心搭乘 其实计程车 摩托车 公车 司机等 大众交通运输工作人员 已经被泰国政府纳维 优先接种族群 就怕乘客还是不安心 43岁的运奖苏比干脆自制登号标志 让大家一目了然 疫情之前苏比越收入近2000美元 现在勉强赚个300元 眼看变种病毒灭不掉 只好自己想办法 泰国目前只有270万 还不到一成人口接种一剂 为了加快进度 首都曼谷已经把疫苗施打站 搬入商场 超市 甚至夜市 3300多间小气氛店 跟开放大家预约接种 要让抗疫作业跟上世界脚步 华语新闻 徐立山综合